剛剛才搬進新屋 但隔一段時間竟然有人來看樓 陳生一家 在四月搬進天水圍的一個屋苑 早前一家人去了主題公園 享受家庭樂 而另一邊雙家 就出現了一群不速之下 當日我們全家人去了開園公園玩 玩途中 電話無故打出的訊息 就是我們家裡的房道 無緣無故看到三個陌生人 開了我們的鐵閘和木門 進入我們房屋 我們打入管理署問 究竟這三個是甚麼人 就是一些地產公司的人 因為這個單位 在2024年4月20多日 租了這個單位 入住了兩個月 我們沒有事先收到通知 是說會有人上來 或者是家人會拿東西來 全部電話都沒有收過 打到樓下問的時候 是說某一間地產公司的人 帶人上來看樓 當時是比較驚訝和憤怒 陳生立刻報警求助 警察上到單位檢查 竟然就這樣就開到門 原來是有人走的時候 就這樣掩埋門就離開了 我現在打開你的部門 當時的經紀也是可能惡然 因為他打開後看到有人住 但都逗留了兩至三分鐘 之後就離開了 但離開時連鐵閘也沒有關閉 警察到場的時候問我一句 他們問你們有沒有後備士 我說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還在海洋公園玩 警察都這樣拉開鐵閘 就這樣開對木門 就可以進入房子 無端端被人開了家門 已經離譜 走的時候還要沒有鎖門 幸好這次沒有財物損失 但這樣被人擅置入了家 陳生也很生氣 我問過業主也沒有收到任何資訊 沒有收過任何電話 說會帶人上來看樓 既然屋苑有保安存在 為什麼他們又會放外人上來? 當時問過 他說他樓下有做登記 但他說登記29樓A室 他上了34樓 用我們34樓的鎖匙 可以開到34樓的門 我女朋友這樣 其實他的心理真的很害怕 有時候可能晚上三點多 你可能外面的浪三架 掉了浪三架 他也會跑出去 因為他怕有人進來 因為始終有個陰影在這裡 陳生亦有向業主 同協助他們租樓的 地產代理反映事件 但他們的態度 就令陳生很不解 業主跟我們說的時候 他交過一條原裝的鎖匙 我們有持有這條鎖匙 給了一條銀座分行的同事 我們租的經紀 那條鎖匙我們已經收回了 經紀跟我們交代的時候 已經說了 原裝的鎖匙已經給了你 只是一條鎖匙而已 但是到這次上來的時候 我也打過電話去問 是另一間 可能是新北江分行的同事 就去了這條鎖匙 就是說陳生租住的這個單位 很可能已經被人配了很多條門匙 放在不同的分行 而正式出租後又沒有處理 分行職員什麼時候上門開門都行 我們嘗試跟他們溝通過 他們都只給我們回答 可能就是幫我們換鎖匙 就當了結了一件事 他們沒有任何解釋 他們只跟我說很抱歉 這次是一個人為疏忽 我覺得一個人為疏忽 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解釋 說真的,是否可以租完屋之後 就可以有其他鎖匙上來呢 我們是比較擔心 其實陳生只是要求地產代理公司 清楚交代事件 還有希望可以協助他 找另一個合適的單位 而不需要他負責未圓約搬走的責任 以及退回租屋的佣金 正當我們做完訪問的時候 就剛好收到地產代理公司的客服電話 我們都跟業主那邊談了 其實現在都可以說你們 就可以在終止這個租約議 不需要你們這一方去賠償 但是另外那個要求就是說 佣金那裡 因為職工資就不同意了 因為職工資就說 如果我們是付出了你們這個要求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特別的處理 我們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 去處理這次的投訴事項 如果大家同意這個 作為最終的圓門解決方案 相信三方都要簽回一些物件 去確認這個事件 三方都不能再就住這件事 作出任何人追討 以及各不追究 我最想知道這件事 究竟是真的誤打誤撞 還是有甚麼疏忽去開了我們的門 其實是可以解釋情況的 我不知道這次人馬上有沒有跟你們說 其實想當天那個同事 不是打算看你們這一層的單位 就是另一個樓層 但是同一了 但是他去了其他分行 就借一條鎖匙的時候 而那間分行的職員 就付錯了你們這個單位的鎖匙 他又忘記了自己究竟是甚麼樓層 所以結果去到樓下管理署登記的時候 就看回鎖匙那個單位號碼 就登記了就直接上去 為甚麼這條鎖匙 還有為甚麼會不會收回鎖匙 還是照樣放在這裏呢 會正常 當然是需要銷毀 或者是收回鎖匙 這裏我們都未作一個詳細了解 但是當然我們也都相信 當中一定是有我們同事的人為十五 才會導致這個事件 所以其實這一方面 我們都真的非常之不好意思 我們也跟了我們總管理層那邊去反映 他們那邊都已經是跟前線 電視為那邊的分行管理層 就要求他們去檢討這次這個事件 你覺得他們提供給你的一個補救措施 是否足夠賠償你這次的心理陰影 當然是不覺得不足夠 因為始終第一件事 還是說回前提 就是我們因為用了很多錢搬來 其實我們沒有想著 可能住一年兩年就離開 而且我們特地租車位 因為方便可以上樓下樓 就可能上樓 就是可能去到停車場 可以拿車或泊車 但是到現在就是說 可能只是賠回十六個月租金 我們可以就這樣搬走 我覺得好像是想打法我們 他們提供的可能是金錢上的賠償之外 你對於他們關於這件事的解釋 你收不收貨 我覺得是不收貨 正如他所說 你正常租一個單位 是要銷毀鑰匙的 就算是人為或管理層問題 你們也應該進一步跟進 我這次叫做沒有損失 可能下次去一些名貴的單位 是否一句沒有銷毀 而搞到可能真的不見事 或者有什麼事發生出來 才再追究檢討 就事件 我們去信涉事的地產代理公司查詢 他們回覆指 經調查後發現分行職員 在物業出租後 沒有及時銷毀複製鑰匙 亦因另一分行職員 帶領客人視察屋苑 另一物業時產生誤會 而導致這次事件發生 事後他們有即時向租戶提出協助 盡快更換物業之門鎖 亦曾嘗試跟業主及租客聯絡 磋商其他方案 但至今雙方仍未達成公式 他們承諾定必就有關投訴 檢討處理物業鎖匙之制度及程序 加強員工培訓 以防範同類事件發生